我們看這一題 它如果抹身使用放大倍率是40倍的解剖行為靜觀察模型圖形 視野下如土 這個你用眼睛看的話是這樣子 在不轉動圖形的情況下 若敢以目鏡10倍 霧鏡40倍 霧鏡4倍 那一層就是40倍 所以這是一個40倍的負似顯微鏡 來觀察 下列何者最可能是 該倍率的負似顯微鏡視野下觀察到的這個圖形 我們知道在顯微鏡下看的話 它是左右相反上下顛倒 所以它看起來形狀的話 應該是這樣子 看起來形狀應該是這樣子 左右相反上下顛倒 那因為它說呢 因為它說 用40倍看的話 它的解剖顯微鏡觀察模型圖形的話 視野下如這個圖了 在不轉動圖形的情況下 改以這個負似顯微鏡 那個解剖顯微鏡的話 它是不會主要顛倒 上下呢 這個相反 這個是用解剖顯微鏡看的 這個是用什麼呢 用那個護視顯微鏡看的 這個是做研究的 做研究的話 那個上下顛倒比較沒什麼關係 做相反沒有什麼關係 這解剖的話不行 你解剖的話 你要開刀 你開刀的話 你一個人的話 他心臟的話 你把它看成 左耳什麼呢 左耳顛倒的話 那就不行 這個 這個刀的話 就很難開 所以這個什麼 這個是用解剖顯微鏡看的 解剖顯微鏡看的話 它是上下不會顛倒 左右也不會顛倒 但是護視顯微鏡的話 它是做實驗的 就是我們實驗室裡面的 那個顯微鏡 這個什麼呢 這個它是 上下顛倒 是這樣子 這個什麼呢 這個護視顯微鏡它上下會顛倒 左右會相反 所以看起來是這樣子 因為它是40倍嘛 40倍看的這個樣子 它也是40倍啊 所以看起來的話 當然 當然什麼 當然跟它一樣 因為它是看同一個物體啊 解剖顯微鏡跟護視顯微 看同一個物體 但是放大倍率都是40倍的話 所以它看起來大小是一樣的 但是一個沒有咧 上下顛倒 左右相反 一個人 所以答案應該是這個 答案應該要選D